公司就有A320、A330、A350 我入職的時候就給了A320 A320的 那個type rating是公司給你錢去拿的 是啊 那我就take這個 opportunity 就回來美國 接著隔了兩個月 就pandemic了 我覺得很好運 因為我們公司沒有被COVID影響到 為什麼 嗨,我是Denis Hello,我是Denis 大家好 你好 對了,這個是我第一次用廣東話訪問 因為Denis說他講國語差過我講廣東話 我怕我會很出名 如果我講了國語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你現在在哪裏開飛機 以及你是飛什麼機業的 現在就在北加州的Hokland 就飛著Embraer 135 和145 和Legacy 機隊 我這間公司一進來我就做 Street Captain 香港就會叫Direct Entry Captain 就是和台灣一樣 哇,你現在是Captain 很奇怪 我以為是不是這個Captain真的是爺爺 我也是的 你不是啊 Denis 他上個星期跟我說 他說 我現在失敗了 我現在那個COVID的測試是 Positive 那時候我其實很緊張 我真的跟他說 真的沒問題 如果我們看了這個interview 都可以的 因為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是大件事 然後Denis就說 其實真的沒事的 真的休息一下就沒事 所以現在就很睡 是啊 上個星期其實 Test your positive 之後 隔五天 已經變成 Negative 那你都不覺得不舒服 其實是輕微的不舒服 以前我傷風感冒 是更嚴重 現在 知道自己的Positive 那你就在家 為什麼你要去醫院 檢查點 沒有啊,立刻在家旁邊 就是最少五天 很開心你現在康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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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回 你是香港長大 還是美國長大的 我一半一半 在香港出生 香港大 十多歲的時候 來美國是讀高中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才是想做飛機的事 不是因為你是 香港想做飛機的事 才來美國的 是呀,完全無關的 那是什麼能夠吸引你 奇花來的 緣分 什麼緣分 我覺得是緣分來的 讀書的時候 加入了救救隊 就接觸到飛機了 也接觸到一些機師的朋友 教官的朋友 是他們建議我去試 真的很幸運 認識到一些前輩 所以你是得而先去飛 為什麼你大學的時候就可以 一路讀大學一路飛的 其實 那麼多人是 跟你一起 目標的朋友 都一邊讀書一邊飛 都有的 但是多數 他們是 大學已經是讀 就是那個大學已經是 Aviation 是呀 這個很正常 但是你不是 是呀 我可不可以說 你的測試很簡單 所以你才可以有多時間去學飛 可以說是簡單 也可以說是複雜的 我可以說我以前讀的是 民族研究 Ethnic Studies 是要寫很多東西的 差不多是寫書 那時候 但是我那時候 我喜歡寫東西 其實 讀書方面 這個方法 其實我是 真是有 passion 你爹地媽媽是支持你的嗎 知道你讀書 和都要去學飛 他們是ok的 他們ok的 支持我 是 但是開頭 可能他們 未那麼肯定 因為我自己都不肯定 你一樣是燒酒 是學校讀書 跟著走去 開飛機 你也有時間 是 跟著晚上去賺錢 都可以這樣說 那時候是真的試過 又做兼職 在麵包店那裡 可能那時候年輕 是喜歡自己比較忙些 覺得放假好像浪費了些時間 你有沒有時間不夠 還有 睡覺很重要的 所以你大學畢業之後 你已經有CPL 跟著你去哪間公司 第一間其實不算是航空公司 在關島 島洪島之間的包機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去那邊 因為有個朋友在那裡介紹我去 那邊真的很漂亮 跟Hawaii 很漂亮 有沒有去過 蔡斑島 關島 那你當時是公司 有給你的地方住 沒有的 自己租的 不過那裡的租都很便宜 在另外一個 比較小的島那裡住 都比較落後 所以沒有 好像Target 或者那些很大的 Supermarket 沒有的 所以你要買麵包 你要飛去其他的島去買 如果你想買一些漂亮的東西 你就要去另一個島 自己的島那裡買 那些質素就 你不可以這麼有要求 然後你為什麼不去那裡飛 那個合約完了 那時候就回來 美國加州 跟以前的朋友聯絡 就找到另外一間公司 是做 掃描的 地圖的 就是 地質考察 就在那裡做 你開了飛機 你剛剛說地質是什麼 就是 Aerial Survey 哦 這個是國家的 或者是私人的 嗯 是私人的 在那裡飛Cessna 206 所以你的飛機上面 有一個很大的相機 是這樣嗎 是啊 是啊 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 他真的要自己去設 設好機器 設好鏡頭 然後設好電腦 要叫他怎樣掃描 你什麼時候才回香港做的 2018年 就是我這份工作之前 我就在香港了 為什麼你送回去 家人在香港 還有 又是有朋友叫我去試 你的朋友很高 我覺得你的風格很好 都幫你好 很好 但是 但是會聽到很多意見 這個 這個又叫我去那裡 那個又叫我去那裡 我做Cable才對 他們都很想幫你 是幫你做人成功 大家都很想幫你 人緣是挺好的 是啊 很有緣分 和一些前輩 因為香港的Pay真的很好 亞洲的Pay其實都 真的比美國好 我說那個開市票的時候 剛剛開市票 是的 我覺得亞洲如果你做FO 是OK 美國 FO跟Captain的Pay是相差很遠的 是的 那香港是哪家公司 公司有A320 A330 A350 我入職的時候 就給了A320 A320 A320 那個Type rating 是公司付款給你 是的 哦 那不錯 真的要花很多錢 是的 所以你那時候的合約是三年 三年 但是有某些原因 他就開始 不會跟你算合約 你要走就可以走了 然後你飛了多久 飛了一年半 我現在這間公司是請Oakland Base 他是請Captain 他不是請FO 那我就apply 他就立刻回覆我 那我就 take這個opportunity 就回來美國 跟著隔了兩個月 就pandemic了 很幸運 我覺得 因為我們公司沒有被COVID影響到 為什麼 因為美國有某些航線 我們叫EAS Route Essential Air Service 有些小的城市 有機場在這裡 但是沒有航空公司飛進去 政府就會資助一些航空公司 在這個城市 那就是政府給錢 就算沒有客人 政府都會給錢你飛去的 我公司就會有很多航線 都是EAS Route 現在那間公司 他們要Captain 他需要你飛幾小時 那時候是好像三千的 這個三千是FAA的規定 不跟FAA似的 是公司自己的 所以在美國 你們沒有管 你一定要多少小時 才可以做Captain 有的 其實 FAA是有的 譬如一間航空公司 它是121 你做FO 你一定要有ATP 如果你在一間 part121 的carrier 那裏做PIC 你一定要 入了一間航空公司 它是121 你要飛一千個小時 才可以升 那如果你說 你一千五個小時可以拿ATP 當你一千五個小時 立刻找到工作了 你也要有二千五個小時 才可以做到Captain 所以你是香港那間公司 飛到一千個小時 才可以去美國那間公司做Captain 是不是這樣 不是 因為我香港之前已經在美國的一間航空公司做 那那間航空公司已經是121 哦 我都飛了三年多 在那裏 哦 我明白了 你記不記得你第一次做Captain 那時候你飛 那時候是甚麼感覺 要做很nice的Captain 或者是很厭格的Captain 當然 我是會想令到那個atmosphere 好些的 我覺得我工作上的原則 譬如做Captain的原則是 盡量reduce一些沒有必要的壓力 Captain就不會說永遠都是對 我叫你做一件事是錯的 你當然要出聲 你要告訴我 你不對哦 這個不對程序 那完全合理的 如果你對你自己做的事有自信 你覺得你自己做的事是對的 你有你自己做事的原則 他要怎樣看你 是影響不到你的 某種人永遠都會跟你鬥 跟你對抗 這件事就做了機長之後 才遇到 人事那方面是 我每天都在學習的 你上一次去Captain是甚麼時候 上個星期 為什麼 你不是說你們只有飛Oregon嗎 不是啊 我們有charter的嘛 有包機的嘛 哦 但是我們沒有留在Seattle 下了一些車 然後馬上飛去Phoenix 我們去Bowling Field 我們不是去SeaTag 比較去Pain Field 是不是叫Pain Field Bowling Field是比較近SeaTag那邊的L 哦是SeaTag那邊 即是SeaTag旁邊 那個是Bowling Field 是的 但是Pain Field是正在工廠裡 哦 我明白 你比我更熟 好了 那最後你要不要唱歌嗎 唱歌? 我的聲線還沒有回復 好的 A 哈哈 都是因為Covid 好了 那真是多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讓大家趕快 辛苦了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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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有廣東話 但我不知道 去SeaTag 你包機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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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行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我只飛過Sim Simulator 我飛過一次 Bowling 767 我很不喜歡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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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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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招至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